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顾定6 每天晚上的8点到8点半 收看我们股市资政的节目 我是资政阿豪 首先阿豪要在这地方 恭喜我们所有的一个观众朋友 你昨天有帮阿豪老师一个忙 来索取6月份的关键报告的 其实坦白讲 你也是在帮你自己一个忙 我相信你在台股 你会占有你家的一席之地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各位其实阿豪在节目里面 常常跟各位沟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要在期货市场上 你要占有一席之地 你要拿出你赚钱的态度啊 昨天阿豪是不是跟各位报告 这一份6月份的关键报告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 你如果要掌握接下来6月份 一个最重要关键的一个行情 那这一份报告 无论如何 你一定会帮自己一个忙 把它拿到手里面 为什么 因为昨天有时间的紧迫性啊 昨天是在什么地方 昨天是在什么地方 他是不是来首度挑战 这个扩散洩行的上缘 押回来的这一天 那如果说K线暗示这个点位 必然在线的前提之下 我想请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在这个地方 难道不是你赚钱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机会点吗 所以阿豪昨天 其实坦白讲 我也很感动 我们有全台湾 有这么多的一个观众朋友 支持阿豪老师的节目 而且你也愿意拿出 你赚钱的态度 昨天来电 索取我们这个6月份的 这一份关键报告 我相信大家昨天拿回去 你今天已经把它放在 你的操盘室前面了 可是坦白讲 你会问阿豪老师一句话 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行情啊 好像也没有阿豪老师 你站那里坚持跟我们讲说 接下来会有一个大行情 各位 期货不一样 期货你如果是股票 你会看到 如果有一个大行情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你才会有感觉 可是期货它是保证金交易 期货它很现实 你每天它都有开盘 可是你只要站对了地方 你就是赢家 你就是赢钱啦 可是相对的 你如果站错了点 即便是今天这么小的行情 你还是乖乖的从这市场上 把钱赔给市场 那问题就只有一个 昨天来电的一个观众朋友 阿豪有没有告诉你 如果你自己 比较没有把握的 那你拿到这份分析报告 坦白讲你会做的 你真的是赚翻了 可是你如果不会做的 那你要怎么办 隔天阿豪老师的一个聚集点位 有没有跟你报告了 昨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6月2号是我们昨天的节目 跟各位讲 重点是这个主力的出货区 主力的出货区 如果来到这个主力的出货区 要怎么做 SELL 它叫做半康 那阿豪有没有跟各位讲 详细的一个点位 我已经为我们会员朋友 做好精密的计算了 这是不是在我们昨天 节目要结束之前 给各位的一个叮咛 可是你会问阿豪老师说 即便是这样子 但是今天你看起来 好像风平浪静 它是在扩散泄行的上缘下面 可是今天坦白讲 上下空间还不到50点 你在这个地方 今天真的有肉吃吗 各位 有时候 阿豪真的是感觉说 行情变得比较其次 重点是 你有没有那个积极的 一个赚钱的一个心 就像赢家心法告诉你的 有钱人跟穷人 你看到的机会都一样 你看到赚钱机会 坦白讲都是一样 但是差别只在于 谁有先行动吗 昨天当阿豪这样子 告诉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积极的拿起电话 来索取这份关键报告嘛 但是有更多人 他信任阿豪老师 他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他马上就进到 阿豪老师的团队里面了 但他进到团队之后 他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点位 他是不是就清清楚楚了 因为这是我们 会员朋友的盘后报告嘛 今天六月三号礼拜五 只要拉到了八千五百七十七点 表示他进到主力的出货区了 这个地方要做什么 要去把坑啊 要去把坑啊 主力都在那个地方出货了 那当指数又拉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各位 你扛拖子也不用给他结下去 你想要赚钱 你扛拖子也不用给他结下去 但是问题是在于 很多人看到今天的行情 那真的有肉吗 今天上下也不到五十点 真的有肉吗 各位 谁有先行动 谁有先行动 昨天你进到团队了 昨天你拿完资料 你自己没有把握 你进到团队了 今天阿豪怎么带你做 9点36分 台子06报价在八千五百八十点 这个地方四驾放空 为什么要在八千五百八十点 这个地方去做四驾放空 理由只有一个 理由只有一个 主力的出货区在什么地方 八千五百七十七点 所以当他拉超过八千五百七十七点的时候 进到主力的出货区 阿豪带会员朋友 在八千五百八十点这个地方放空 理由只有一个 我要让会员朋友 跟主力站在同一个阵线上 因为主力出货区是八千五百七十七点以上嘛 所以当他拉到这个主力出货区的时候 阿豪一通文字简讯 call出去 现在是8580 扛担你四驾把它够下去 扛担你四驾把它够下去 怕啥 有主力让你够 你跟主力站在同一个位阶 怕什么 还不止这样子 还不止这样子 到十点零五分的时候 当冲呢 台子零六目前报价 八五六四 不啰嗦 四驾再给他空下去 八五六四 四驾 又把它扛下去 四驾把它扛下去 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各位 你会得到了 你来到这市场上 你最想要看到的四个字 当你有出手 你最想要看到的就是这四个字 获利平仓 十点二十一分 在八五四四这个地方 获利平仓 做一个获利回补的动作 各位 获利平仓这四驾 只要是出现在你的手机里面 那代表什么意思 那代表什么意思 我相信你 应该比我更清楚 当获利平仓的时候 代表着一个意思 就是你今天 你已经扎扎实实的 从这个市场上 把钱抓到口袋里面的 那些获利平仓 那些获利平仓 不是吗 但是问题不是在于那个地方 重点不是在于那个地方 重点是在于说 阿豪老师 今天上下空间 还不到五十点 还不到五十点 那真的有肉吃吗 各位 阿豪 我在出手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你看到的是 阿豪老师 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 带会员朋友去出手 而且你站对的位置 你就只得到一个结果 叫做把钱抓到口袋里面 所以我想让各位看到 为什么今天会员朋友 可以得到那四个字 叫做获利平仓 因为阿豪老师 带会员朋友 站在一个对的位置 什么对的位置 第一个 早上 当他拉到八千五百八十点 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试驾去放空 各位注意看 早上 早上他是不是突破了这个压力线 是不是刚才来到这 是不是刚才来到这 他刚刚好在这地方 突围突围突围 他是不是在挑战这个压力线 可是他挑战那个压力线 为什么他不可能成功 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地方他不可能成功 各位 咱们这张里有看到吗 咱们这张里有看到吗 因为在八千五百七十七点以上 在八千五百七十七点以上 这个已经进到了一个阻力的出货区了 这是在昨天我们就抓出来的 所以当今天 当他往上攻高 而且又刚好遇到这个压力线的时候 我请教各位 你这个时候 你扣担不敢够下去 不然你当时要够扣担 这是不是我们早上 我们第一笔出手的时候 因为那个位置就是我们 本来就算好的位置 那个就是我们要扣板机的一个狙击点 扣下板机表示 会员朋友 是不是你跟主力 是站在同样一个位阶 好 啊 哥来咧 哥来 阿好老师 跟主力站在同一个位阶 第二笔咧 第二笔是什么意思 各位 这个是不是第一笔 跟主力站在同一个位阶 你看到的是 主力他做了什么动作 好 第二笔呢 第二笔 各位 这地方是什么 你有学过形态的 你告诉我 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不是在盘中 用一个细微波的一个头肩顶 所以你空在这个地方 你当然是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嘛 啊 再来咧 再来咧 当这个地方他又弹上来 刚好来到这个颈线的位置的时候 你有学过技术分析了 告诉我这个叫做什么 破线点线的狙击点啊 是不是破线点线的狙击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当冲的 等到他弹上来 8564点 不要跟他啰嗦 直接试驾再给他敲下去 扛中再给他击下去 这个叫做抢位置 这个叫做抢时机 好 啊 8580 试驾空 弹上来 8564 当冲的试驾 再给他扛下去 扛下去你得到的是什么 再给他扛下去 破线点线完毕之后 他是不是在破底 可是在破底之后 我们为什么要在 8544点这地方 去做一个回补 这啊好 等一下会告诉你 但是我要让各位看到的是 你说今天没行情 坦白讲 真的没什么行情 今天的最高点 8585点 今天的最低点 8537点 可是你如果是空在 8584点 你如果是空在 8564点 你如果是回补 在8544点的时候 这段的行情 你空在这里 你空在这里 你补在这里 你今天在市场上 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你是绝对的赢家 昨天你同样看阿老师的节目啊 你昨天也同样拿出 你赚钱的态度啊 可是你有把握的 你自己今天去做 你绝对是贏了 但是你没有把握的 你跟着阿老师 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你今天在市场上 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绝对的赢家 绝对的赢家 再来 你问阿老师一句 阿老师你早不是这样 很紧迫性的 因为他真的直接 那些地方 好像就真的要直接 跌下去了嘛 可是为什么你今天 要在这个地方 要在这个地方 把你的空单 把它回补掉 为什么 这一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各位 这一点真的要必须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做详细的报告 因为这是一个操作的观念 什么操作的观念 来 在市场没有全面熄火之前 不可以火力全开 这是什么意思 各位 期货操作 它跟股票完全是不同的逻辑 期货操作 尤其是昨天来索取的 很多观众朋友 其实让我阿老 蛮惊讶的 我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 绝大多数都是操作期货的 可是昨天来索取关键资料的 其中有一大部分 竟然是操作股票的朋友 这一点是让阿老师 我感觉有点惊讶的 所以我今天也一定要 一并的把这个观念 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在市场没有熄火之前 你不可以火力全开 什么意思 各位 期货操作 对阿老来讲 对所有的赢家来讲 它是一个精密的数学计算游戏 你跟我阿老师 你讲得太复杂了 各位 简单来讲 期货操作不是用赌的 期货操作不是用赌的 期货操作 你永远在阿老的心灌来 在我们团队的一个成员里面 我们头脑里面 我们只算一个数字 这笔单 我们出去的胜率有多少 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 你这个地方 我们到底适合多少资金的配置 不是说 在这里你一次五抠的 你全部都够下去 一次十抠的 你全部都够下去 我们再算的是 我们再算的是这个地方胜率有多少 我们就配置多少资金的步骤 资金的一个比例 现在是不是刚好在这个地方 现在是不是刚好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去试单 我们会去布基本的部位 但是我们不可能把全部的火力 在这地方全部下去 那个叫做赌 那个叫做没有退路的赌 所以很多 你昨天刚进到团队的 很多你是从股票市场 你转账期货市场的 很多人都超过五口的实力 特别说 很多人都超过五口单 一次下五口单的实力 因为说今天五十万就有了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更要让我们所有 你本身是股票市场 你转账期货市场的 我要让你看清楚的 你手上有这些资源 但是不是一次上显示 不是一次上显示 因为那黏米就是 你要找到的一个团队是 他有办法纪律的帮你计算出来的 一个波段的行情 你一次上显示真的跌下去 那当然是很爽的事情 一次就翻一倍了 可是在阿后来讲 我是有精密计划性的 当一个波段转的出现的时候 我会去做试单 我会去做资金配置 等到对我们越来越有利的时候 那个时候全部都拦下去 你问阿老师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各位 在四月十五号的时候 在四月十五号的时候 那时候是不是来到 这个扩散泄型的上缘 接近这个扩散泄型的上缘 那我有把握它会拉下来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K线案是8531必然在线 四月十九号的时候 他是不是刚刚好来到 这个扩散泄型的上缘 但是阿老师不担心 这个8531他一定会把它拉下来 到了四月二十号的时候 你看到 他是不是真的8531 拉下来了嘛 好 那拉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这表示说 这个行情对我们越来越有利的 对我们越来越有利的 当他拉下来的时候 那第二阶段的任务要交给谁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K线案是 他会把它拉到8214点以下 当他如果说从这个扩散泄型的上缘 第一段已经拉下来了 而且第二阶段的任务交到 8214点必然在线的时候 各位 这样阿老师怎么做 我会怎么做 我做给你看 因为一个赢家的思维 你要在适当的时机 建立合适的部位跟仓位 你不用太早 但是也不能够太迟 各位 第一阶段任务 已经拉下来的时候 第二阶段任务 他至少会跌到8214点的时候 当行情对我越来越有利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4月26号8610空担他夾下去 4月26号8587空担他夾下去 4月27号8581空担他夾下去 4月28号8532空担他夾下去 你说阿老师 你是会担啊 哪有人这样你做担的 那个时候行情已经对我极度的有利了 所以那个时间点我可以火力全开 请会员朋友在那个地方 你有多少资金配置 整个他夾下去 为什么 我不是在赌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 我已经算出来 那个行情已经对我非常非常有利了 你看到4月29号的时候 你看到4月29号的时候 他是不是已经从这个 扩散洩行的上缘 已经拉下来了 已经拉下来了 而且还没有停 因为K线安是8214点 他还会再持续的 再把这个行情 再继续的往下拉下来 那我空在8500 8600的一个空单 这个是不是对我绝对的有利 那那个时间里我当然是 我当然是涡轮增压 油门踩到底啊 后来你看到这一段跌到多少 后来你看到这一段跌到多少 从8500一路的跌破了8000点 一路的跌破了8000点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 期货它是精密数学计算的结果 你真正的赢家 你永远是头脑里面你在盘算的 这个地方出手胜率有多少 这关系到你有多少资金要去配资啊 不是每次都是秀黑 每次都是给他跌下去 五口十口这样给他讲下去 那如果输了怎么办 没有退路耶 所以我奉劝 有很多新进的会员 你是从股票市场转进来 期货市场的 你如果资金超过五口以上的 我建议你跟服务人员 做进一步的咨询 因为你不能够自己去做 尤其是你刚进到这个市场上 服务人员会告诉你 怎么样让你的资金 做更有效的一个运用 再来你看 上一段是不是拉到跌破了8000点 是不是跌破了8000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试单 在这个地方我全力出局 因为跌破了8000点 但是很多人会追空 追在这里 当跌破了8000点之后 我看到了他来到周线级的支撑 而且在日线的部分 他慢慢的打出了一个头肩底 所以我会怎么做 我不会空在这里 我会在这里反而 我会开始去试单了 5月20号的时候 我会在这里 我反而开始去试单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隔一个交日 他就是呈现这种格局 因为你看到了隔一个交日 他从8000点 他就不会再跌下去了 他酝酿了一个头肩底 酝酿完毕之后噴出去 你没有在这个地方试单的 各位 他就给你走那种一次到位的 他就给你走那种一次到位的 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段 是不是5月31号 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段 是不是 就是你没有在这里试单的 一个噴出去 他就是给你走一次到位 可是现在 这个是正在进行试 当他又来到这个扩散线型上缘的时候 当贴线暗示这个点位必然在线的时候 这个就是啊好现在 要一步一步带着你做的 我们要去做一个布局 我们绝对不是赌 我们是有计划性的 啊好一步一步的带你去做一个布局 为什么 我们的机会点在什么地方 5月30号的时候 他继续往上攻高嘛 大家都看 哇上升相行嘛 可是啊好看到的是一个机会 啊好看到的是一个K线暗示 必然在线的机会 这个是台子旗哦 5月31号 当他继续再往上攻高 啊好觉得太棒了 我们的潜在利润空间 是不是越拉越大 当他又持续再往上攻高的时候 我会试单 我会再相行上缘去试单 可是我不会全力出击 当他又持续再往上攻高的时候 这不是我们的机会 越来越大了吗 这个是今天 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明天 啊好会带你跨出第二步 啊如果你昨天还没有把这个关键报告 拿在手里面的 各位不要再吃鱼了 赶快跟我们的服务员做一个说续 今天第一步已经跨出去了 明天啊好带你跨第二步 明天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休息一下回来 啊好告诉你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气贴啊 请用气贴啊五分珠 五分珠 好 好 固的头顾张老师 神之开线限定优惠 一年一次五折大放送 一年一次五折大放送 当五多会开线 零八零零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八零八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固德投股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德投股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固德投股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年纪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来 明天礼拜六 那我们明天的机会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由大到小到最后 我们扣板机的那个点位 让我们清楚的 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看到 来 各位 我们先看到加权指数 这个叫做周线 周线级的 去年最高点1014点 以及今年的最高点 连线所形成的这条线 各位 今天礼拜五 收完盘之后 你看到它是不是又刚刚好 弹到了这条线的地方了 哥来 这个是周线级的 哥来 在日线的部分呢 在日线的部分 同样的连接8840 以及次高点所形成的这条线 它叫做扩散楔形 今天它有没有成功的站上楔形上缘 没有 今天它Q在这个地方 Q在这 那机会在什么地方 可以先暗示 这个点位必然在线 好 那我们再更细微一点 在期货的部分呢 在60分线的部分呢 今天它酝酿出了一个杯柄 杯柄成立的一个条件 是在于高档收两黑 必有低点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把时间框架 从大到小 那最后明天的一个聚集点 在什么地方 主力的出货区 一样是在这地方 详细的点位 我已经为会员朋友 做好规划了 所以如果你信任 阿老师的 一步一步的 明天第二步 开盘之前 你拨通电话进来 手续办好 阿老带你做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吹记贴 请有记贴 无分之 无分之 不保 顾德投资 张老师 神之开线 限定优惠 一年一次 五折大放送 一年一次 五折大放送 当五优惠天线 080055808 080055808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顾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顾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 双振照 旗鼓双赢 一把照 顾德投顾 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顾德投顾 张老师 神之开线 限定优惠 一年一次 五折大放送 一年一次 五折大放送 当五多会开线 0800-55808 0800-55808 台湾要和世界最中意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都在签 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外资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同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轰天了一个月 就送轰动时 找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1000元 请播02-2365-3255 看似平静的海面